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祈求神的灵在这里陆行 我们祈求神的灵在这里当中混合 主要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看到你是因为热意赐福的上帝 让我们看到你是因为热意赐福的上帝 你愿意来祝福我们 你愿意来祝福我们 神愿意来帮助我们 你愿意来帮助我们 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再次交代你的所顺 主要我将今天的时间再次交代你的手中 你打开我们的心 他们领受你的话语 他们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托 阿们 那我们上次都讲到 但是神称的古道 对于上帝的心看释放 是以上帝的心去看释放 我们要怎样释放神 我们怎样释放神 释放神是有福的 释放神其实是有福的 上帝特别祝福那些愿意释放神的 神帝特别祝福这些愿意释放神的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有两个释放对象 你只有两个释放对象 要是释放这个世界 要是释放这个世界 要是释放上帝 要是释放我们上帝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 有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有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 有人都使用 神是要你交诈的 神是要你交诈的 某某地兄 某某地兄 某某姐妹 某某某子 我给你在第三了七十年的光阴里面 在世上给你七十年的光阴的时间 你有多少是为我而活的 你有多少时间是为了我而活的 但上帝祝福那些释放人 祝福一些释放的人 是为了激励他们 更加有力量去释放 更加有力量去释放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几个方面 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去释放神 我们要去释放神 第一个方面 因为上帝就是上帝 不管他有没有祝福你 就算他没有为你死 就算他有没有为你死 你都要释放他 因为他是上帝 第二个方面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圣灵为你死了 不管他有没有在平坦的东西上 祝福你 他就不可能给你奖赏 只是因为他为你死了 你就应该释放他 你就应该释放他 第三个方面 他告诉我们说 世界上唯有一种福气 唯有一种福气 是有我们的福气 是从上帝来的福气 所以只有在释放里面 才能够找得到的福气 所以你需要释放 保罗告诉我们说 基督的爱激励着我 基督的爱去激励着我 所以我要释放神 所以我要释放神 他又说 他又说 前面有奖赏为我预备 他前面有奖赏为我预备 所以我要释放 所以我要释放 他又说 他又说 他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所以接上罗里加的人 所以离开那些假神 他们要释放那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们要释放一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这个就是释放的三大根基 这个就是释放的三大根基 他是独一的神 他独一的神 他为你死的 他为你死 他给你奖赏 他给你奖赏 所以我们要释放他 我们要释放他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释放 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去释放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 他都有他自己一个特别 独特的性格 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有一些人拿特别大方 有些人特别大方 只要你有难处 只要你的能处 他帮得到他都帮你 只要他帮到他一定帮到你 有些人特别小气 有些人不要特别小气 不要说他要帮你了 不要说他要帮你 没错 你身上占便宜已经很好了 他要不在你身上占便宜 人是很不同的 人是很不同的 有一些人他天生忧郁 有些人天生是忧郁 早晨起来的时候 早晨起来的时候 天气不好 都会让他内游满面 无论他都要旅游 伤心一整天 伤心一人 有一些人天生就是乐天派 有些人天生落天派 天塌下来 他会在那边笑 天塌下来都会笑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而上帝也是这样子的 上帝都是这样子的 上帝有他独特的完美的神性 上帝是有独特的神性 独特的完美的神性 独特甜美的神性 比如说他是圣洁的上帝 他是智慧的上帝 他是用于饶恕人的上帝 他是用于饶恕人的上帝 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另外一种 他有一种性格 他是一种性格 他是特别喜欢赐福的上帝 他是一位特别喜欢赐福的上帝 他是特别喜欢给你好处的上帝 他是一位特别喜欢给你好处的上帝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上帝来看圣经的时候 在文书记第六章告诉我们说 在文书记里有什么来说 上帝小语我心 什么叫做小语呢 什么叫小语呢 小语的意思是说 小语的意思是说 他就说我现在告诉你了 但现在我跟你说 然后你才会知道 然后你才会知道 比如说 上帝小语我们说 上帝小语我们说 你信耶稣基督 你信耶稣基督 你的罪就能得到圣语 你的罪就能得到圣语 这个在耶稣以前 大家是不知道的 但是这件事 在耶稣基督之上 你才会知道的 但是当圣经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够知道了 这个叫做小语 这个就叫小语 他说你告诉阿伦 和他耶稣 你们认证要为 以色列人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吗 上帝可不可以 直接祝福我们 大家只能可以 直接地指一下手 大家只能上帝 可以直接祝福 大家知道 其实以色列人 不需要亚伦祝福 所以阿伦 但是为什么上帝 要对亚伦说 但为什么上帝 要用阿伦呢 你要这样以色列人祝福 你要这样去为 以色列人祝福 原来这要因为上帝 原来这样的一位上帝 他是圣洁的时候 他在圣洁的时候 他说你们也要圣洁 你也要圣洁 他是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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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 也要彼此相爱 我希望我的孩子 是大家亚似相爱 他是老术的上帝 他要他指令 要学习老术 他要学入他的 知名学习 所以他是因为赐福的上帝 所以他是一位 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他要我们 成为别人的祝福 他要基督徒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他教导亚伦 跟他的儿子说 所以他教导亚伦 和他儿子说 你要学习 你要学习 他要学习 你要为别人的祝福 他要学习 如何违别人的祝福 一个他奏着别人的人 奏着也会 离到他的身上 奏着也会 来到自己身上 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伤害也会 离到这个人的身上 伤害也会 到这个人身上 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祝福别人的人 祝福也会 离到别人身上 都会 去到他身上 所以他说 要怎么祝福呢 所以他说 要怎么祝福呢 他说愿耶路华赐同你 保护你 愿耶路华是他的脸关照你 愿耶路华的脸光光着你 愿耶路华向你养你 愿耶路华向你养你 是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的祝福 这是上帝的丰富 今天你的生命 你口你的言语 是消极的言语 还是积极的言语 还是积极的言语 是祝福的言语 还是做主的言语 或者是咒诅的言语 今天大兄姐妹们 我们要学习祝福 我们要学习祝福 因为上帝说 当你祝福的时候 上帝就要祝福他们 当中我们有谁 是否为孩子祝福的 当中我们有谁 是否为孩子祝福呢 你们都不怎么爱孩子 你会不会对你的孩子说 你会不会对你的孩子说 孩子呀 上帝祝福你 让他保护你 愿他保护你 愿他赐福你 愿他赐福给你 我们没有 我们很少 但是我们有为他祷告 但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拜神呀 求你祝福他 今天你要学到一个功课 今天你要学习功课 但是你不仅是为孩子求祝福 因为上帝说 我都要祝福他 所以你看到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上帝 你知道每一组上帝的祝福 都有相对的钥匙 可以打开这个祝福 都有相对的门词 去打开这个祝福 上帝每一个的应许 都有一把独特的钥匙 都可以打开这个应许 他以为你去领受这个应许 有一本书叫做 上帝的120个应许 有一本书叫做 上帝的120个应许 就是告诉你 上帝在圣经里 有无数个祝福和应许 就是讲到圣经 其实有很多神的祝福和应许 我打个比方 打个比喻 因信称义 上帝的福是要你称义 上帝的福是要你称义 要是什么 锁匙是什么呢 信 对不对 就是信 你没有这个信 你可不可以称义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 可不可以称义 你没有这个信 信的钥匙 你是打不开称义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 的锁匙 你打不开称义 那比如说 上帝说 有给人就有给你的 并且连咬带汉 上间下流的赤福给你 上帝讲到就是 无论是什么方向 上帝带汉都会称义 你有给能就有给你的 你有给能就给你的 这个钥匙是什么 这个锁匙是什么 给别人 对不对 就是给人的 你给出去 他才会给你吧 你给了出去 才会给你 才会给你 才会连有带汉 上间下来都给你 所以 连有带汉 他会给你 上帝应许说 圣经经可以说 圣经经可以说 圣经他的人 圣经他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 火水的浆阁 是要在腹中流出 河水光河水 就是在约翰曲里面讲的 那谁知道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什么 信 还有一个 我不要讲的 他说 如果你若可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就如今上所见 就好像天上所跌装 就要有座火水的浆阳 就好像在腹中流出 火水的光河 然后使徒约翰就解释了 那时他约翰就解释了 这次只能信耶稣的人 就是只是信耶稣的人 要领受圣经所来 要去领受圣灵 就是被圣经充满 这个前提是 这个前提就是 荷目善地 就是渴望上帝 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 在上帝面前去沉透 你就打开圣经充满 你就打开圣经充满的门 从天上倾倒下来 然后就在天上倾倒下来 这是一个祝福来 这是一个祝福 今天很多时候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上帝的祝福 我们觉得说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 上帝已经不祝福 上帝已经不祝福 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 上帝仍然在祝福我们 上帝依然都是祝福我们 永远不改变 他永远都会改变 过去祝福 过去的他的百姓 他过去怎么祝福 他过去的百姓 今天他有这么祝福我们 今天他都依然怎么祝福我们 但问题就是 我们是选求上帝的祝福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是选求上帝的祝福 还是我们寻求我们自己 以为的祝福 但是还是我们是 选求自己 以为的祝福 我们自己常常以为 我们为自己所选的 我们常常都要求 我们自己所谅的 所追求的 是最好的 以为是最好的 我们常常去撇弃上帝的道路 我们常常去撇弃上帝的道路 去追求自己的祝福 去追求自己的祝福 但是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今天真正的祝福 今天也真正的祝福 你不是去追着祝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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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去追着祝福的 真正的祝福 是追求上帝 但在追求上帝的时候 祝福就会追着祝福 祝福就会去跟着祝福 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 我特别喜欢的 所以圣经有句说 我特别祝福 就是大卫所写的 我一生一世 并有恩惠慈爱去随着我 恩惠慈爱我不需要来追着祂 好像水虫一样的随着我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因为我是跟随我的牧者 因为我是跟随我的牧者 我是追求我的上帝 自然草残就有了 自然就有草吃了 自然就受到保护了 自然就有水喝了 因为这位上帝是带领我的上帝 因为这位上帝是带领我的上帝 有一个故事讲到 有一个故事讲到 他离婚了 他离婚之后 他在组结过去的失败的经验 他就是从过去失败的经验 觉得他的婚姻 觉得他的婚姻 不太幸福的原因 不太幸福的原因 就是这么多点 然后他就说了 然后他就说了 我这是第二次结婚 第二次我再结婚 我一定要找一个好的 我一定要找一个好的 他就列出三个标准来 然后他就想出三个标准 第一个呢 这个一定要身体健康 就一定是身体健康 这样我就不需要照顾他了 这样我就不需要照顾他了 这样我就不需要照顾他自己了 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现在这个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了 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了 一定要找到英文好的 一定要讲英文的英文好的 这个有学文 这个有学文的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一定要找得漂亮的 这个带出去啊 风光啊 带出去都很风光 结果真的如月以常 结果是如愿意常 他找到一个外交官的女儿 他找到一个外交官的女儿 英文与己吧 英文也好 这个长得又漂亮 生得又漂亮 身体又好 身体又好 但他娶了他之后 但是娶了他之后 没过多久就后悔了 没多久就后悔了 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 每一次吵架的时候 那个女儿就用英文把他 这个女儿就用英文去吵架他 他连吵架他都吵架不过来 他也吵架不过他 每一次他跟他一起出去走的时候 每一次出去走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这鲜花汤在油份上 这个真是鲜花汤两口之下 他怎么就嫁给这个人呢 为什么这个这么漂亮 我们就会嫁给一个这样的人呢 每一次有真正的时候 每一次有真正的时候 这个吵架过他 因为吵架不过他吗 也吵架过他 也吵架不过他 因为他的身体太好了 因为他的身体太好 所以他真的是太苦了 所以他很苦 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自己的祝福 我们要追求自己所谓的祝福 我们要追求所谓的祝福 我们有方二三四五的道路可以去 我们一二三四五的道路可以去 但我们走上去之后 但我们走上去之后 也得到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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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到之后 就不是祝福来的 其实就不是一个祝福 就是一个祝福来的 其实只是一个祝福 我们也看到 就好像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很多的华人 今天我们很多话 那也是前几年 特别是前几年 我们要在这里做生意 我们要赚钱 我们要把孩子送回去 我们愿意把孩子送回去 我们以为他只是一条祝福的道路 我们以为这样是一个祝福的道路 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 我们以为是好的 孩子送回去的父母可以照顾他 我们以为是好的 孩子送回去的父母可以照顾他 照顾他们的父母可以照顾他 照顾他们的父母可以照顾他 我就可以专心赞持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但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所有的送回去的孩子 所有的送回去的孩子 都被改造了 都被改造了 改了你都不认得他了 改了你都不认得他了 很多性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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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行上 我们以为这是一条祝福 所以把孩子送回去 送了几年之后 我们看到孩子长成这样子 我们就认为自己的孩子 我们早知道就不送回去了 如果组织是这样 就不送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拼命把孩子接过来 所以我们又要拼命把孩子接过来 以为这对孩子是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 以为是祝福 以为是祝福 得到了之后 做了之后 你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不是一个祝福 其实并不是一个祝福 有些时候 反而是一个祝福 但是上帝所赐的福 是能复祝 并不加上忧愁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好喜悟这句说话 是真意这样讲的 上帝赐给我们祝福 不管什么祝福 不会让你忧愁 不过不会让你忧愁 你只会使你富足 而且是使你富足 我们今天来分享 上帝有三个祝福 第一个我们来分享这个人物 第一个我们来分享这个人物 第一个这个是谁 大家知道这个是谁 是以撒 是以撒 以撒的生命当中 在以撒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是顺服上帝 就是顺服上帝 你看到当初 他作为一个孩子 亚伯拉罕要他上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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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以撒 如果我是以撒 我觉得亚伯拉罕一定杀不了我 亚伯拉罕一定杀不了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讲以撒是童子 诗经讲到以撒是一个童子 因为我们觉得童子 以为是三岁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觉得童子是三岁的小孩子 但是圣经记得说 但是圣经记得说 当亚伯拉罕带在以撒上山的时候 当阿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的时候 那是一群柴 是背在以撒的身上 是背在以撒的身上 那个柴不是一根柴 那个柴不是一根柴 或者是一根柴子背在身上 那个柴是一整盆的柴 这个柴是一整盆的柴 因为圣经又有柴 你要稍微掉一只羊把它烤熟 你要去将一只 一头羊把它烤熟 一头羊或者一头蒜 有BBQ的人都知道 你要把一整盆的羊肉烤熟 你要将一群羊去抛熟 你真的需要很多柴 你真的需要很多柴 所以这个以撒 他是很深强力壮的 他是很深强力壮 他已经能够有力量 把那柴的柴揹在身上 他大力度可以将这羊柴揹在身上 当然我们知道 为什么亚伯拉 神要吩咐亚伯拉 让以撒被柴 要求亚伯拉罕 要求以撒自己抹着山 因为亚伯利山就是主耶稣 钉十字架拿着山 因为亚伯利山就是耶稣 基督所钉十字架拿着山 以撒被柴上去就代表 我们主背着十字架走上去 以撒去揹着柴就好像 当以撒到了亚伯利山站 他缠在柴上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主耶稣 把他的十字架 背到山上去的时候 当以撒去 躺在这个柴上面 就代表着耶稣基督 基督上有山 去背着自己十字架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被钉到十字架上 他用我们人类的最有限制 他用我们人类的最有限制 所以以撒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所以以撒一个很特别的特征 就是当他把柴背到山上的时候 就是当他把柴背到山上去 他爸爸把柴摆好 他爸爸说 他爸爸跟他说 你躺下 你躺下 他就躺下 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亚伯利山一百岁 亚伯利山那时一百岁 一百岁的老人家有多大的力气 一百岁的老人家有多大力气呢 他走路都很困难 他走路都很困难 但亚伯利山你躺下 但是亚伯利山你躺下 他就躺下 他就躺下 亚伯利山拿起刀来 亚伯利山拿起刀 要杀他的孩子 要杀他的孩子 天使显现 所以千万不要杀他 他说你千万不能杀他 神只是要你走这一趟路 神只是要你走这一趟路 他证明你是爱神的 他证明你是爱神的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明 证明有一天 我们的天父 要带着他的孩子 让他的孩子身上背着十指甲 走上亚伯利山 在那个山上 为我们人类 心甘情 没有一点的挣扎 心甘情也能被盯上 心甘情也能被盯上 所以以撒的特征 所以以撒的特征 是顺服 但一个顺服上帝的人 他就会闻到上帝的祝福 他就会闻到上帝的祝福 上帝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在圣经跟我们说 当以撒渐渐长大之后 当以撒渐长大的时候 那时候阿伯拉罕已经死了 那地有一次饥荒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以撒的日子又有饥荒 在以撒里面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而去了 到菲利士的王亚比尼勒 到菲利士人的王亚比尼勒 那个菲利士的地 就是通往埃及的地 菲利士在往西边走 沿着海走就是到埃及了 沿着海边走就是到埃及了 所以以撒的打算是 现在闹饥荒了 我都活不下去有可能 这些东西都没有收成了 所以他打算去到埃及 所以他打算去到埃及 但是耶路华向他显现 所以你不要下埃及去了 他说你不要去埃及 因为埃及所代表的是世界 因为埃及代表的是世界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是做努力的 以色列人曾经埃及是做努力的 所以这个世界难捆绑 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了 他说你不要去埃及了 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就是迦南地 你住在迦南地这个地方 你住在迦南地这个地方 但是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你说要我住在迦南地 迦南地闹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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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能够住得下去 迦南地闹饥草 你住在迦南地闹饥草 今天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今天出了同一个问题 神啊 神啊 我连食物或者我连钱都没有 我连钱都没有 我怎么能有时间来参加聚会呢 我怎么能有时间参加聚会呢 我怎么能有时间参加聚会呢 房子还没买啊 房子还没买 我怎么能赚钱啊 努力赚钱 我哪里有时间来聚会呢 我怎么有时间来聚会呢 我现在的身份还没有啊 我现在身份都没有 神啊 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里 我随时都可以轮延 我的钱还没有赚够 钱都没有赚够 我欠的钱还没有还 我在国内所欠的钱都没有出现 我怎么有时间来示范你呢 我怎么能够留在这个祝福的教会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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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埃及去 我又去埃及去 但是那个地方有东西啊 那个地方有东西啊 那个地方有梁子啊 那个地方有梁子啊 那个地方有我所谓的祝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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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帝向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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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不要去 留在这个地方 你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与你同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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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赐福给你 所以圣经接下来 也是在二十六章第十二节 也告诉我们 所以正经之下来一场世纪 那一年 他说一年 有百倍的收成 那一年 那一年 有百倍的收成 前一年还在流济过来 前一年还在流济过来 那一年 神赐给他一百倍 神赐给他一百倍 什么叫做百倍啊 什么百倍呢 百倍的意思是说 百倍的意思是说 平常你种一年 平常你这年 就一年的收成 只有一年的收成 你种一年 就是你种一年 就会有一百年的收成 今天呢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要赐物质的福给你 上帝是要赐物质的福给你 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个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说 我从我认识神秘来 我从我计神道理 到现在 我的生命就经历过太多上帝的祝福了 物质上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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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 又好像说 我工作的时候 所有的挑战 大家都知道 到那时有个挑战 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一言五倍吧 星期天在1.5 我要去聚会 要来聚会呢 还是你要去工作呢 又或是你要去工作呢 刚刚来 你刚刚才来到 所以当我选择说 我要去聚会的时候 所以当我选择要去聚会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工资不但没有低 而且我的工作 更好 并且更适合我 来一方面 侍奉神一方面去工作 这是神的恩典 当我用一位神放下的时候 当我用一位神放下的时候 我要去下埃及去 不要他挨头 不要一个扎头 去扎进这个世界里面去 不要冲他出入这个世界里面去 要把上帝放在你的前面 要将神祭放在你的面前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 接下来经历 我接派你的经历 身份方面 在那时候 05年之前来的 在5年前来的人 才可以有2年的签证 我不是5年之前来的 我不是5年之前来的 我是5年之后 3月份来的 那时候是要回去的 那时候 身份是要我回去 那我回去 我都愿意回去 其实如果我要回去 我也愿意回去 我觉得 上帝无论带我去哪里 都有他的美意 但是在我的心中 但是在我的心中 我有个盼望 我有个盼望 所以我希望在这边 就是我希望可以留在这边 我会导致到更多的弟兄姐妹 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弟兄姐妹 大家都知道 福建的年轻人都往外跑 你知道很多福建的年轻人 都喜欢往外跑 都是年老的在家里 很多的年老被人留情 我想在这边来扶持神 我想在这边扶持神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起来释放神 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 在那个时候 在申请身份的时候 在申请身份的时候 有的是有铁我以前的 副造语 他需要铁我以前的护照语 因为我有一次 副造丢了 有一些旧护照都是不见了 就被副造丢了 但我没有那个信心 我是没有那些资料 那时候我就在讲 那时候我就在讲 要是照常说我没有呢 要是随便填一个 反正他也不会查 或者是随便填一些资料 其实他也不会查得到 那时候我就说不要填了 那我就决定 不是直接不要填了 你信心交上去 信心去交给他 交上去的 交给他的时候 大家好 在我副造快过期的时候 就是签证快过期的时候 签证的时候 好处就是在我过期的签证之前的时候 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然后继续了你知道 像我这个签证 接下来就是 跟着我的签证 那时候拿到的是 宗教性资源的签证 那时候拿到的签证 是宗教性资源的签证 所以你最多在这边 只能带三年 就是最多你只能留在外园三年 你每一年都要重新的更新 你每一年都要重新的更新 我相信上帝是带领我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上帝是带领我们 所以那时候教会就说了 所以这个时候教会 到我第三年的时候 当我第三年的时候 教会就说了 我们要不要第四年也放上去试试看 看看他能不能继续给你第四年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申请到工作的签证 如果他们不给你的 我们可以继续去申请工作签证 因为我在教会 你去全时间服事 因为其实那一教会 都是全职的释放 那真的很奇妙 但真的很奇妙 我放上去 我交了他第四年 他审核了好几个月 他都审核了好几个月 最后还是给我了 但是正常是不会给你的 因为给我三年 其实最多只是三年 你到Visa 华业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其实在这个签证的 那个网站里面 都觉得很清楚 但是当我申请了之后 他给了我 给了我之后 后来我的第二个孩子 他出生了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 身份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 都没有想到 他出生了之后 但是出生了之后 我们不能觉得 我们就觉得 好像他出生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这边 已经待了三年了 就是那时候 我已经在这里 他七月份出生了 他七月份出生了 但因为我要扣去 我不在爱能的时间 要扣去他复照 年期给我颁发的时间 我已经去计算 我不在爱能 算来算去最后 算来算去最后 而且刚刚好差 就多出一些时间 其实最后都是多了一些时间 都多了不多 其实不是很多 就是刚刚好 就是刚刚好 孩子的护照就成为爱能 所以爱能就成为爱能 那我跟雅琴就成为三货了 我和阿琴就成为第四签 都不需要去申请工作签证 也不需要申请工作签 你直接就可以在教委员全世界的福祉 直接就可以在教委里面 全世界的福祉 上帝所赐的福 上帝所赐的福 只能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当我们真的顺服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 我们把事情交流给神 我们将我们事家给神 所有徽造的也所需要的 神会所照理所需要的 去赐福给你 但这次我买车也是一样 大家知道之前 我跟凯英姐妹一起用一辆车 那凯英姐妹就搬到十五区去 最后凯英姐妹就搬到十五区去 第二次买了一辆车 然后我们那辆车也太小了 因为小孩子车都放不进去 我觉得那辆车很小 也不够小朋友坐 然后就把它卖掉了 卖掉了再去买第二辆车 买了之后买第二辆车 然后我就想要买好一点 我们想买好的车 就是这个空间也够大 空间也够好 然后又可以省油一点 又可以省油 然后又能够比较好开一点 又要好开一点 就自动车 自动车 然后我就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 这个钱真的不够 这个钱真的不够 求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又可以买到一个自动开的 又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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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省油的 又便宜的 又便宜的 然后当我祷告的时候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个感动的 我有一个感动 神就说你现在不要去看车 神说你现在不要去看车 等你工资发到你再去看车 等你工资出了之后 你再去看车 那我想耶稣 我也想要对 所以我现在看车 没钱也没钱 真的看到满意就买不了 就算我一看到满意都买不到 所以我就不看车 所以我就不看车 那后来等钱到了 然后等钱到了 那时候钱也不多 其实钱也都不多 然后我就开始看车了 然后我就开始看车了 我就看了几天 看了几天 别人都说买车很麻烦 其他人都说买车很麻烦 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稍微看了一下 稍微看了一下之后 应该是星期四 应该是星期四 那星期四 那我就打电话给教委一个弟兄 星期四 我就打电话给教委一个弟兄 说有没有时间陪我一起去看车 找我时间陪我一起去看车 真的很辛苦 他从他家开过来陪我一起去看车 其实都很辛苦 他从他家开过来陪我一起去看车 然后就看了一下 就看了一下 就看了三个地方 中国看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车厂 一个是车厂 一个是修车的 卖车的地方 车厂 一个车行 两个是私人的 两个是私人车 看了第一个车厂就很贵了 看了车厂就很贵了 就没有买 看了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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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Toyota的Plus 是Toyota的Plus 然后它开价是4200 它的开价是4200 那时候第一声说 如果你4000的话 我们就买了 如果你是4000的话 我就买了 他觉得那车挺不错的 他觉得这车都不错 那我也说 如果4000就买了 如果不是可以4000就买了 因为都挺合算的那车 因为都是挺划算的 但他说不行 他说不行 他说不行 他说减200块都不行 减200块都不行 其实我买车的时候 其实当你买车的时候 我真的别仔细点过 我到底有多少钱 其实我都想过 自己的帮帮有多少钱 我只是觉得我大概有那些钱 我知道我自己大 他有这么多钱 我去看第二个私人 我又看第二个私人 第二个私人 他出駕是3600 他出駕是3600 他都 车跑了也不是辣 比一样车也跑得更少 比其他车都开得很少 然后他就说 我们就跟他讲价 我们就跟他讲价 后来就讲到3400 然后再将3600和3400 3400 那我们觉得都可以接受 我就觉得都可以接受 其实算是很便宜 但买车的练习 其实都是在这个类型 都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真的很省 就是电邮车 因为他真的很省 有电邮车 那明天他就开闪了 我给他钱 然后他明天就开离给我 我就给他钱 然后他第二个 我下午回去的时候 那我下载班的时候 我去数我有多少钱 我就去数了 我自己其实有多少钱 我一数 我一数 发现 三千四百几十块钱 是 三千四百几十块钱 就 刚刚好买车 只有三千四百几十块钱 其实刚刚好买车 之后 只剩下几十块钱 真的是感谢神的一点 但是真的很感谢神的一点 我是这样祷告的 我是这样祷告的 不是 你知道我没钱 不是 你知道我没钱 但是这个车真的是越来服侍你了 但是这个车真的是越来服侍你了 其实这个车真的用来服侍你了 所以你带着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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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信服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信服上帝的时候 然后告诉我们宣求祂的国和祂的利益 圣经说是要求祂的国和祂的利益 所以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整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但是不是说奢侈品 所以不是说我们是生命上的需要 因为你的上帝是有真有偉的神 你愿不愿意 你在你的法事上面 在你的法事上面 为神放强 你要有自己的小聪明 不要有自己的小聪明 单单的依靠神 你就会看到上帝的祝福 第二个方面 我们讲到大卫 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人 你看他的生命 他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 他一个依靠上帝的人 以色的特征 就是信服 就是信服 神你要我做什么 神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大卫的特征 是依靠 不管天大的难处 不管面对哥利亚 不管是被扫罗追杀了十几年 不管是战争的时候 他依靠上帝 他的特征就是依靠 他的特征就是依靠 不管任何的难处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所以在圣经跟我们说 大卫在诗篇里面说 大卫在诗篇里面说 他说你是我的主 他说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 一个依靠上帝的人 他是以神为他最大的好处 他是以神为他最大的好处 他说你是我的供应 你是我的帮助 这个世界不是我的供应 耶和华才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才是我的牧者 所以当他写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 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虎必产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等我先现在去照顾我的孩子 等我先照顾我的孩子 等我孩子长大之后 我再去侍奉你 等我的孩子长大之后 我再去侍奉你 我们把孩子摆在神的前面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等我先赚好钱 赚好钱之后 我再去侍奉你 我把我们的事业 摆在神的前面 有的时候我们说 等我先把我自己的事情搞好了 让我先享受好了 让我先享受好了 让我先看完电视剧了 看完之后我再去读圣经 看完之后再去读圣经 把这些东西摆在前面 我们把这些东西摆在前面 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但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没有神这个字 其实没有神这个字 也没有耶和华这个字 也没有耶和华的字 他说以别的代替 以别的代替 就是以别的代替神了 就是以别的代替神 这个别的不仅仅是偶像 这个别的并不是 单单只偶像 也只是你的工作 也只是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爱好 你的欲望 和你的欲望 当我们以别的东西 代替神的时候 当我们以别的东西 去代替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得到 上帝赐生命的福 我们就不能够得到 第一次生命的福 并且你的受负 是不断的增加 好像是死老鼠的臭病 不断的增加 好像是死老鼠的臭病 不断的增加 当大卫接下来说 在大卫接下来的时候 他说我将耶和华 他摸着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常摆在我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对你有一个挑战 今天我对你一个挑战 你是把耶和华 摆在你的面前 你是把耶和华 摆在你的面前 你是把耶和华 摆在你的后面 对吧 是把耶和华 摆在你的后面 今天有很多人信神 他不是把神摆在他们面前的 他不是将神摆在他面前 他是把自己的东西摆在他面前 他是把自己的东西摆在他面前 他把上帝摆在他面前 他把耶和华 跟我走 跟我走 他不是自己跟着上帝走的 他不是跟着上帝走 他是当大卫 他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说因为他在我右边 因为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动摇 为什么原来在面前的耶和华 但是为什么本来在面前的耶和华 变成在右边呢 变成在右边呢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这个是讲到一个秘诀 就是当一个人 他把上帝摆在他的前面的时候 就是将上帝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把上帝摆在他的前面的时候 他把上帝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上帝就站在他的旁边 上帝就站在他的旁边 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站在旁边 站在旁边 就是等于第二个相等 原来上帝是在前面的 本来上帝在前面的 上帝啊你在前面带领我 主要记得他在前面带领我 我在后面跟着你 我在后面跟着你 上帝说 我要与你同行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耶稣跟他们门徒说 我从此又不再当你们是仆人了 我从此不当你地狗人 因为狗人不知道祖人的事情 因为狗人是不知道祖人的事情 我来把你们当做朋友了 我将你当做朋友了 因他在我右边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动摇 我便不自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落身要安安居住 我的欲失也安宜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之前我们讲 当一个顺服上的人 当一个神服上的人 可以赐给他物质上的祝福 他可以自给他物质上的祝福 赐给他物质上的祝福 那这个人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这个人也都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第二个方面呢 有些时候你爱神 有些时候你爱神 有些时候你跟随神 有些时候你跟随神 神可能没有给你物质上的祝福 或者神是没有给你物质上的祝福 因为可能很贫穷 你可能很贫穷 你可能生活也是挺拮据的 你可能生活也是挺担忌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但我跟你讲 有一个福 有一个福 比物质上的祝福 比物质上的祝福 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这个福 这个福 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他比物质的祝福 更加重要 他让你的内心里面 是给你生命的祝福 让你的生命 就算没有物质的祝福 都充满了喜乐 都充满了怕亡 都充满了爱心 充满了爱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当生地是给一个人物质的福 当生地是给一个人物质的福 这个人 甚至祝福去帮助别人 他就将这个祝福 去帮助别人 他就将这个祝福去帮助别人 这个影响意识好的 这个影响应是好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 但是有另外一种人 但生地自己一个人生命的福 当生地是给一个人生命的福 这个人就能够在生命里面 去帮助别人 这个人就可以将他的生命去帮助别人 他是不会开心的 有些人是内心痛苦真实 其实你付钱他不贡献 有些时候家庭破裂 你给他钱他是不会复合的 家庭破裂的时候 你付钱他其实是不配合的 金钱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大部分重要的事情 金钱是办不到的 金钱虽然做很多事情 其实大部分很多好做意的事情 其实金钱是买不到的 当一个人你跟随上帝的时候 当一个人跟随上帝的时候 你依靠上帝的时候 我看到许许多的见证 包括我自己 我有好好多的见证 包括我自己 神不仅是赐物质的福的上帝 神不单是有一个像物质的上帝 但是生命的福的上帝 他也是赐生命的福的上帝 但是生命上的祝福 他给你生命上的祝福 当我信神的时候 当我信神的时候 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不是我变得有钱了 我现在也没多少钱 但是我发现我的生命 但是我发现我的生命 充实 充实 充满了目标 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套望 充满了套望 而且我发现 而且我发现 我的生命开始影响了 我的生命开始变得富败了 我不是影响了 让别人变得各有钱 我不是让别人变得更有钱 我是影响了 让别人的生命变得各有钱 我是去影响人 令到其他生命变得去富足 这个就是生命上的富足 这个就是生命上的祝福 一个人相信神 一个人相信神 神宣改变你 透过改变你 透过改变你 他来改变你周围的 他去改变周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就像大卫一样 他的金钱 他当次你知道 大卫也是富可敌国 你知道大卫也是富可敌国 因为他是君王 但是大卫对世界最大的影响 但大卫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影响 并不是他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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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多少在患难人当中的那种力量和依靠 成为这些患难人当中的依靠 他的施 不是影响几十个人 不是影响几十亿人 是影响几十亿人 就是因为 他依靠上帝 他亲历上帝 他经历上帝 上帝在生命当中赐福给他 然后他可以改变这么多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神所赐别你的生命上的福 而依靠上 就是一把钥匙 就是这支的锁匙 你可以打开天上的墓 神将生命的改变倾倒在你的底部 就像耶稣所做的 我来了 需要教人的生命 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世界 太需要丰盛的生命 太需要丰盛生命 这个世界 最大的需要不是物质 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不是物质 它是科技的进步 不是科技的进步 不是有多少的繁殖可以不能住 不是有多少物质 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 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 是有丰盛生命的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来影响这个世界 来影响这个世界 你看当初我们的主耶稣 你看到我们当初的主耶稣 他没有钱 他没有钱 他死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 除了两件衣服 内衣跟外衣 但是他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 只要他在哪里出现 只要他在哪里出现 无数的人要去跟随他 无数的人都要跟随他 无数的人都要去追着他 无数的人都要去追着他 无数的人都要听他的讲道 都要听他讲道 无数的人要看他的生命 都要看他的生命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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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有生命的祝福在那边 因为他是有生命的祝福在那边 他所显出的那个独特的生命意 他所显现出来的独特生命意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就好像黑暗中的光一样 就好像黑暗中的光一样 当光来到黑暗当中的时候 很多人就被吸引过去 要跟随他 要效法他 要爱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在法国特会的时候 当牧师说 我要为你们祷告 所有人都冤上去了 所有人都冤上去了 牧师不是说 牧师不是说 发钱 派钱 需要钱的人就上来了 需要钱的人就上来了 他没有钱的 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 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 如果需要我为你们祷告了呢 如果你需要我为你们祷告给你们 你们上来了 但他安守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去安守在那些人身上的时候 上帝不是叫他们变得有钱 上帝并不是叫他们变得有钱 上帝改变他的生命 但是上帝改变他们的生命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 就是有十个人过去 有十个人过去 其中有一个人 他跟我分享 他跟我分享 他就是这个特会 他是这个特会 他这个特会 改变了我 改变了我 但每一个人都有分享 他都有各自的改变 每个人都有分 他都受到改变 但是他说 他改变我 他改变将阿弥放下我的苦度 让我放下我的怨恨 让我放下我的怨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生命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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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 当我们 从上帝那边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让别人得福 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得福 第三个 第三个 拼命是福的保罗 亲爱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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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但只是物质的祝福 神不但只是物质的祝福 神不但只是生命的祝福 不但只是自生命的祝福 神还有一个祝福 神也都有见到一个祝福 就是永恒的祝福 就是在保罗身上 就是在保罗身上 这个祝福就特别的童充 这个祝福就是特别的特殊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保罗真的没钱 保罗其实真的没钱 不但只是没钱 而且他遭遇了很多的患 而且他都追了很多患 保罗你不要以为他天天喜乐 你不要以为保罗天天喜乐 有些时候也不喜乐 有些时候他都不喜乐 他甚至告诉我们说 甚至跟我们说 他说他被压太重 或者是他被压太重 你不忍心 他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 他有些时候 他有些时候 写信给更多的教会 他有些时候写信给更多的教会 他有些时候写信给更多的教会 他说我在你们那边传福音 他说我在这里传福音 他有些时候写信给更多 他的生命中也有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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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艰难到艰难的生命 你看看他 这个图片我特别喜欢 这个图片我特别喜欢 为什么 你看到他的嘴唇 你看到他的嘴唇 你看到他的脸 你看到他的手 你看到他的手 这个里面传达出来的信息 他传达出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人 他的这个生命 是煎熬不能够困住的 是锁链不能够捆绑的 他的私人是不能够捆绑的 他就在坐在煎熬里面 就像他坐牢 他好像在微笑 他好像在微笑 他为什么会微笑呢 为什么他会微笑呢 是不是因为他有很多 生命上的祝福呢 是不是因为他生命上有很多祝福呢 也许可能不是 他也不是 是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呢 是不是他生命上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呢 一定不是 那一定不是 为什么他会微笑呢 为什么他会微笑呢 你看着他的手 你看到他的手 你看到他的手 你看到他的手上有那个铁链 你看到他的手是比铁链固住的 除了这个铁链的特征之外 除了这个铁链的特征之外 你看他的手握住 你看到他的手是合 是那么的有力 是多么的有力 是那么充满的力量 是这么充满的力量 如果有一个囚犯 如果有一个囚犯 你属于头上弃的时候 你属于头上弃的时候 你不会有这个姿势 你属于头上弃的时候 并没有这个姿势 不会有这个姿势 不会有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是坚定不移的姿势 这个姿势是坚定不移的姿势 我不是这样子 但保罗并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确信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决心 就是上帝 愿恨的福分 就是上帝永恒的福分 上帝永恒的福分 就算我没有固执上的祝福 就算我没有问得上的祝福 就算我好像也不开心 就算我好像也不开心 甚至他自己都说过一句话 甚至他自己都说过一句话 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他不是很开心的去传福音的 他并不是很开心的去传福音的 但是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其实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你不传我就有货了 但如果我传有 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听到弟兄姐妹 同样的保罗 同样的保罗 他说我们不善胆 他为我们不散胆 为什么会不善胆呢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为什么他会不善胆 为什么他不善胆 就算他在痛苦当中 就算他被人毁坏 就算他落体被人折磨 越来越衰老 他说 他说我不善胆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有签订的信念 为什么有这个信念呢 为什么有这个信念呢 我这个至暂至亲的苦楚 这个至暂至亲的苦楚 他是苦的 他的人生是苦的 他的道路是苦的 他的道路是苦的 他的环境是苦的 他的环境是苦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他的内心里面 他说我不善胆 我不放弃 我不放弃 我还是要失败 我还是要失败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说神祢祝福我 神祢祝福我 神祢祝福我 祢祝福我 我才失败 你祝福我 我才失败 常常是这样子的 整个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还有时候说 有时候都会说 神祢祢祢给我内心的祝福 神祢祢给我内心的祝福 给我生命的祝福 给我生命的祝福 祢不祝福我 祢不祝福我 我就不祷告 我就不祷告你 有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 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们 那你祝福你祝福很喜乐的时候 当你祝福很喜乐的时候 你很开心来祝福 你很开心来祝福 我生日我感谢你 我生日我生日我生日 我生日我生日我生日 我祝福你我祝福 我祝福就好像在 整个祝福就还在画面里面一样 我整个祝福走斜 都会让人家看这个灵类不一样 我太开心来祝福了 我生日很开心来祝福 有些时候 但有些时候 你也出马出口 对吧